好,同学,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 2x平方减8x加5的图形 它该如何来绘制 今天我们遇到了 x2次前面的系数 不是1的话,该怎么样来绘制呢? 我们先来做几个步骤 二次函数y等于2乘上x平方减8x加5的二次项系数是多少? 我们看到二次项x2次这里 前面的数字就是它的系数 所以说第一格格子我们就填上去2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次项的系数为多少? 我们就看到一次项 它前面的系数为-8 将它填上去-8 接着呢,我们再看到 常数项它是多少呢? 它是正5 所以说我们将它填上来 常数项为5 接着请依下步骤 将上式化成y等于a乘上x-h的平方 再加上k的形式 那么我们将它给换成这样的一个形式 我们更容易看出它的顶点位置 因为我们只要写成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知道顶点 会在x等于h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是k 那么它的顶点位置就是hk 好的,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y等于2x平方-8x加5 我们将它改写成 2乘上x平方-4x 那把它2提出来 2次一次 它们都是2的倍数 我们就可以提出它们的公因数 2 提出来之后后面剩下加5 那就先不动它 接着我们要进行配方 因为我们的目标要写成一个完全平方式在这里 好的,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x2次-4x 改写成x平方-4乘x 那么这4乘x代表的其实它是 2乘x乘2 那么我们就知道 如果我们要完成这个配方 我们必须再给一个常数 那么这个常数就来自于后面这个2 因为在我们的和平方即差平方 它中间的2ab 它的b的部分就是这个2 所以说后面要再补一个2的平方给它 所以这边要再补上2的平方 好,前面交过我们给一个2的平方 后面就要扣掉2的平方 可是这边它写的是-8 为什么是-8呢? 同学们要特别小心 因为我们在括号里面给一个2的平方 意思是当我去掉括号的时候 这个2的平方必须要再乘上这个2 括号前面的2也会分配给这个2的平方 乘在一起之后就是8 所以说我们不是只有给它2的平方哦 我们给它的是2的平方 再乘上这个2 所以总共我们给了8 就要把这个8给扣回去 那么再-8加5 好的,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将它写成 2乘上一个完全平方 那么这个完全平方里面就是 x-2的一个完全平方 所以这个填入2 那后面-8加5就是-3 这边没有问题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绘制弧形 填达以下空格绘制出函数图形 首先我们先观察上面这个函数 我们今天已经将它改写成 y等于2乘上x-2的括号平方再-3 所以说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出 它的顶点位置在x等于2的时候 因为我们要让2次等于0 它才会有最低点产生 所以说x今天要等于2 那么如果x等于2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就会等于-3 所以说我们看到格子里面 有一个x等于2 它的函数值是-3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x等于1的时候 我们就将它带入 x等于1带入1-2是-1 -1的平方是1 那么括号平方是1 再乘上前面的2就是2 2再减后面的3是-1 所以这一格填入-1 那么这一格也是-1 因为它是抛物线左右是对称的 中间是顶点 所以说它往左往右会是对称的 只要是相同的距离 那么这样子我们就完成了这个表格 接着我们就将它图像画 首先图形经过05这个点 那么我们就在图形上找到05这个点 我们将它标示出来 接着我们找到第二个点是1-1 我们将它标示出来 在这里 接着是2-3 把它标示上去 接下来3-1 以及最后的4-5 那我们都标上去之后 再用线把它给连起来 好连起来之后 这就是它抛物线的图形 所以说我们在处理这边的题目的时候 我们要先看到 2x平方-8x加5 前面2x平方-8x 这个2要先把它给提走 那么前两项都是2的倍数 我们将2提走之后 它就更容易来进行配方 好连起来之后 好连起来之后 好连起来之后